30年前的日本成人像动漫午夜之夜 女主简直让人看得脸红心跳全程无眼 这是绝对得避开家长偷偷看的假作 有谁还记得这句经典名言 但是在女主被控制要亲吻男主的时候 那就禁用一句 想说妈妈告诉我接吻会使人长不高而拒绝了 或许也只有日本才能拍出这样大尺度的动漫 故事开头是一位叫腾村的会计 因为偷偷挪用了公款 而被一个神秘又健壮的男人追逐者 在无路可逃时 他试探性地问男人是谁 对方亮出了私家侦探的身份 他意识到蓝人并不是组织派来的杀手 便偷袭试图杀死蓝人 不过蓝人的身手显然不是腾村可以对付的 被打败后 他只想知道是谁派他来的 蓝人没有隐瞒 说是女女朋友小姐安排的 小姐是组织老大的女人 同时与腾村偷情 为了不让老大发觉 才知道老大马上会派人杀着腾村时 立刻找到蓝人帮忙 只会驱走腾村身上的自家钥匙 要不然腾村死了还会拖累自己 而蓝人名叫悟空 曾经他是一名警察 因为一些原因开始单干 每天靠姐姐委托赌日 最近他的侯友田工却在酒吧里拿枪自杀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了 目前悟空的其他三位警察侯友 都是以这样不可思议的方式死去 悟空疑惑不已 于是决定去质问局长 拿到局长却只要劝他不要多管闲事为好 可悟空却发誓一定要让侯友们死得明目 他马不停地去找特勤族里 唯一的女性见朋友 石崔杨子 从他那打听到的田工 在追踪的蓝人叫做白龙幻恶 悟空只知道幻恶是白龙大厦的拥有者 梁子还告诉他 这幻恶也是被弟弟将武器 返卖到世界各地的国际军火商 虽然知道幻恶在做这些勾当 但是警方调查了一年 也能未掌握到任何证据 而调查员却接连死去 特勤族的左九肩和从下 正在监视幻恶的办公室 他们看到那办公室 一直有不同的淑女进路 那有人十分羡慕幻恶 有些人真的能为所欲为 可突然左九肩看到那淑女的手臂旁 长出了很多眼睛 预言经对视后 左九肩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将从下愣出楼外 自己也跟着跳楼了 二人就以这样的方式 正好死在来接班的杨子面前 这下 监视幻恶的特定组成员 只剩下杨子 这个毒妙了 为了找到好友们此去的真相 和幻恶的犯罪证据 勇敢无畏的悟空 当机立断 尼马持身要潜入守卫森严的白龙大厦 杨子很是担心 因为这个白龙大厦 是一个听说连老鼠都进不去的存在 但杨子还是帮助他潜入进去 在悟空进去后 有些洋洋得意 打晕了两个工作人员 拿到了门的密码 进入了一个忽量的空间后 他立马就受到了攻击 攻击他的男人姓张 米斯特张高大卢山 而且力大无穷 一个拇指就把他的小手枪给摆完了 悟空像小洛基一样 被米斯特张提起 随后能飞 接着米斯特张 摁着他的脑袋 在钢银上砸 最后是患鹅下了命令 扭他一口气 患鹅一点从容地坐在那 身边还会扶着一个红霸女人 这女人的身上镶嵌着机械 面对着死亡威胁 悟空并不畏惧 反而开门见山地说 是在找患鹅的犯罪证据 患鹅并没有杀他 而是把被麻醉的他丢出了大厦 因为患鹅自取从不杀人 那些跟他做对的人 都是自己选择父子 所以在悟空醒来后 他驾车行驶在路上 结果前方的车上 却出现了患鹅身边的神秘女人 那女人亮出很多只眼睛 想要让悟空跟他伙伴一样死去 悟空也意识到不容看他眼睛 为了自救 他不得不拿刀子刺向自己的左眼 在四叶疼痛中 悟空摆脱了眼睛对大脑的控制 最后悟空连人带车飞向了河里 等他醒来时 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他 他的左眼已经被安装上了新的眼睛 这是个具有各种感应器 和具备超高性能的 卫星电脑终端机 恐怖的是 这个终端机连接了全世界的电脑 世界各地的电脑 将会为悟空所看到的一切进行分析 给予意见和解答 以及世界上所有的情报都近在眼中 甚至可以通过悟空的意志 来控制人工卫星等一切 用电脑控制的东西 这意味着悟空可以一秒内毁灭世界 随后 一个铁棒模样的武器 落入了悟空的怀里 这是神秘人送他的武器金刚棒 悟空手中不敢相信 他在马路边醒来 发现自己的左眼 真的变成了终端机 还可以透视别人 面对突如其他的超能力 悟空并没有过多欢喜 只希望一切顺其自然的发展 这时 他警觉杨子应该会有危险 所以他立马去了杨子的住所 杨子平安无视在自己的家中 可是 杨子断来的酒 却是剧毒的 而且悟空发现 杨子变得妩媚 净主动 送上红唇 可是嘴唇上却有安眠药的粉末 亲上必定要被冥晕 所以才会开头那句名言拒绝 而最为悟空只能将杨子答醒 原来他被之前的眼睛律 给控制了大脑 见美能及失败 隐藏起来的大怪头 就开始攻击悟空 悟空用金刚棒 发出了强力电波 把大怪头的胸口 点出了个大骷髅 当然意想不到的是 那大怪头在死前 从脑袋里放出了剧毒黄蜂 黄蜂速速速地飞向了杨子 悟空虽然眼疾手快 带他逃向了电梯 但杨子还是被咬了 出了电梯 悟空遇上了一个 能够使用照强催眠的女人 他能就张开身后的孔雀羽毛 想用那邪魅的眼睛 控制悟空 但悟空通过左眼的分析 竟将这个女人一击毙命 所以悟空将杨子的送去急救 结果急救无效 杨子这个毒苗也死了 现在调查悟恶的特径 做了人全都死光 无人为力的局长 全悟空也不要再插手这件事了 但现在 拥有超伦力的悟空 他更想要去多管前世 目标坚定的悟空 利用左眼控制的人叫卫星 他让卫星将自己的影像 投影到悟恶的眼前 悟空指名道星的警告悟恶 等着瞧 我一定会收拾你的 悟空不知道的是 悟空除了是一位贩卖武器的军火商 还是一个为哥摩兹将军 指导细菌武器的幕后祖室 他的手下三级博士 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麦芝斯菌的细菌 麦芝斯菌的杀伤力极强 招定点1毫克 就可以具有杀伤5万能的威力 如果把它注入了 雄性天鹅的生殖器中 一到春天 天鹅就会飞到敌国去 这样 就可以利用红鸟 将细菌送到敌国去 这就是红鸟武器 听完介绍 哥摩兹将军有些担忧 询问山奇博士 如果这细菌在自己国家蔓延的话 该怎么办 山奇博士一点营效的保证 这个细菌本身是无毒无害的 只有我和雄性天鹅的生殖器官中 分泌的荷尔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产生剧毒 而天鹅飞去敌国的时候 正好进入了繁殖期 也就是说细菌在那时候才会火挂 幻儿就觉得这个猴鸟武器实在妙哉 当天鹅交合的时候 就会有数死万能的敌人死亡 而且不需要他们飞一兵一卒 一想到这完美的计划 将军忍不住笑了 他先把一卒离开了幻儿的基地 紧接着 幻儿又要会见一个叫 几四科夫的将军 而科夫恰恰就是哥摩兹的死对头 博士听到科夫的名字 有些惊讶 但并未多问 不过他反而询问了幻儿 要怎么处理哪个不知天高地厚 在周末回会之下 通过大屏幕对幻儿发出挑战的悟空 然后幻儿并没有将悟空去侦探 放在眼里 在幻儿与科夫在白龙大厦见面时 悟空光明正大地 用他那可以自由伸缩 无数米长的金刚棒闯入了白龙大厦 他控制了大厦的剑尸器 对剑尸器那边的幻儿说 我罗约且来了 喜干精灵的脖子 等着我吧 话音刚落 悟空就被一对又一对的保镖追杀 他敏捷地逃脱 就被幻儿身边的红发机器女 伤了手臂 但悟空还是轻松地解决了这个怪异女能 可就在这时 悟空所在的通道被关了起来 幻儿的影像通过显示器出现 他得意地说悟空惹怒了他 现在要悟空接受他急于的惩罚 接着通道开始注水 幻儿打算活回了悟空逆随而死 看着水位慢慢地增高 并充满整个通道 悟空却丝毫不慌地 冷着水淹没他 浸没他 在水不断地灌注 即将要充满时 悟空终于采取了措施 他用左眼控制了整个大楼的防火门 在那控制下 通道的门一扇接一扇地打开 刚才的水也一路向着门打开的方向流去 这个方向的尽头 就是幻儿的办公室 这时的幻儿还一无所知 正在和将军碰杯 庆祝合作愉快 这次 他们预定好了价值120亿的武器买卖 等到幻儿发觉大门口不对劲时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不断喷涌 灌注而安大水冲破了大门 并且不给幻儿和将军等人思考的时间 将办公室的所有人都冲出了白红大厦 幸运的幻儿没有追下大厦 这时颤抖着他 看见英字萨爽的悟空 手提着他的红发女人的头颅走来 那女人不仅是幻儿的玩具 也是他用来防身的超强武器 在悟空的控制下 女人张嘴 向幻儿的脑门发射了死亡光线 瞬间一个大窟窿出现在幻儿的脑门上 幻儿终究还是从大楼坠了下去 悟空成功报仇 但是他的内心没有一丝的开心 因为他终究是连羊子都没有保护好 故事结束 赛博朋克的设计将暴力血腥 以及情色融合一体 早期的动漫拿到炉基来看 都能有一种说不上的奇妙感觉 而动漫男主的设定 很简单是孙悟空的设定 高科技眼轻就是仿佛火眼金睛 而金刚棒自然就是金箍棒 并且最后剧情很想象征着 孙悟空大水演了龙猫妙的改动 虽然剧情较为薄弱 但是在1989年能出现这样的动漫 绝对是满足当时80年代 很多人对未来的乐趣幻想 加上那个孔雀眼金睛 从开场到结束就压根没有穿衣服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衣服影响发挥 但这真的很穿口善斋 这鬼才导演一直都有将黄豹 以及赛博朋克 融合得很完美 另外这个系列还有一集 并且出场的女主比第一季还要妩媚 她被不放布的高官欺负 最后也是找到了男主求救 有兴趣的人 真的可以去观看原片体验一下 30年前的日本动漫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各位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有没有个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